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对吧 你说怎么样呢 你这个WRWRW 对吧 你得把W一次的什么 提到前面去 那么你把它一次的提到前面去 那么它的含义是什么呢 含义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你把它一次的要提过去 它的含义就是怎么样呢 我们说咱们不是用了个PW WRWO笑 moisturizer这样一个信号量吗 那么这个信号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呢 这个信号量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就是护制这个是不是 这个对立啊 对吧 所以说这就相当于怎么样呢 你希望斜者呢 能够插队 对吧 你希望斜者呢能够插队 那么你就得要满足什么呀 满足我们类似读者这种方式 你又说 这是个对立 原来是公平对立 对不对 谁过来之后呢 都先PWFOST 对吧 那么在这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第一个是W 对吧 第二个就是R对吧 R后边就是W W后边就是R 依次呢都阻碎在什么呀 这个WFOST 现在我们希望怎么样 希望只要是W呢 就提前 提前 就要突破WFOST的 这样一个什么 制约 所以说 这个问题 应该怎么做 对吧 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做 那么说这个问题怎么样呢 它和读者优先是一样的 也说怎么样 思路是一样的 也说我们整个不写了 整个写下写不开了 是吧 我们说在这块来讲的话呢 对于我们的读者 对于读者来讲的话呢 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读者就是什么 就是一个P WFOST 对不对 然后巴拉巴拉巴拉 一套 V什么呀 WFOST 在这来讲的话呢 有什么呀 读者优先的 这样一个计算 对吧 有读者优先的计算 那么它主要是什么呀 是写者 那么写者呢 你要进行处理的 是吧 也就是说怎么 你要把写者怎么样 提前要放进去 也就是说对于这个什么 这个队列 如果第一个写者来的话 怎么样 他就把这个队列抢过来 那么以后如果有 相对的写者过来 他就喊过来 过来过来 插插队 我提前站好了 所以说写者优先的 这样一个算法 那么写起来呢 和我们读者优先呢 是基本一致的 也就是说怎么样呢 我们要引入一个什么呀 要引入一个 WCUNT 对吧 WCUNT 用它呢来记录什么呀 写的有多少个 因此呢 我们说它的值呢 应该是零 然后我们引入一个 比如说M1 等于什么呀 等于1 来对这个WCUNT 进行护士保护 所以说对于 写者来讲 大家一看 比如说写者过来之后 首先呢 你要判断一下 F怎么样 如果你是WCUNT 你是第一个写者的话 你说WCUNT等于谁呀 等于1 不是1 等于0 你处理直为0吗 就是如果你是 第一个写者的话 那么你去抢什么呀 你要去抢这个WFOST 这抢什么 你是抢这个对立 对吧 如果你不是第一个的话呢 你直接就什么 就进去了 进去之后呢 你应该是什么呀 WCUNT 对不对 要进行加加 那么你对W呢 不同的写者呢 都要操作 所以说呢 有一个P M1 V M1呢 你要把它 互制起来 对不对呀 所以下一步写什么呢 下一步就是什么 就是P MUTEX 对不对呀 这是 对这个文件的互制 然后呢 是 读文件 对吧 然后是VMUTEX 这个呢 是完全一样的 也就是说 在 写者优先的情况下 虽然怎么样呢 这看 不同的写者呢 可以通过这一步 绕过去 但是他必然会 阻塞在这个地方 因为怎么样呢 这个缓冲区呢 每次只能有一个 写者进去 对吧 那么你阻塞了什么呀 是 对立 对吧 那么 等 等着你写者出来的时候 对不对 那么你写者出来呢 要W Count 要减减 对吧 如果你减到 W Count 等于零了 比如说你是什么样 最后一个写者的话 那么你应该什么样 V W FOST 对吧 因为你在这呢 把这字边给它抢走了 那么你这呢 最后一个写者 你要释放出来 同样呢 这个有什么 PME VM 那么这样呢 就实现了什么样 写者优先 那么我们看一看 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对不对 按照WR WRW 行不行 比如说来了一个写者 第一个写者 进入之后 因为他是第一个写者 所以说呢 WFOST 抢过来 那么这个值呢 大家一看 处置值呢 是 这个 WFOST 处置值应该是1 对不对 1 所以呢 1 减去0 变成什么 变成0了 没有资源了 然后呢 他加加进去了 对不对 这时候呢 W Count 应该等于什么 等于1 进去之后呢 他就进入什么呀 这个缓中去了 对不对 或者是文件去了 就写东西去了 那么来了一个写者 大家一看 写者到哪 到这 对不对 不是 读者到这 对不对 读者大家一看 他是PWFOST 那么这一P的话 大家一看 是不是就阻塞了 PWFOST 大家一看 是不是阻塞了 因此呢 在这一P的话呢 因为WFOST 这变成0 对不对 他就 0减去1 什么样 等于负1 小于0 就阻塞了 也就是说 2 就阻塞了 那么关键看 后边这个鞋子 怎么插队 对不对 那么这个鞋子 过来的时候 大家一看 进入这 因为WKONT 等于1 不再是0了 所以说 他就跳过什么呀 跳过他 直接进来了 对不对 而且执行了 KONT加加 由1变成什么 变成2了 但是他能够进 缓中去吗 进文件 进行写吧 不行的 他在这个地方 被堵塞了 因为这个地方 刚才进去一个是0 对不对 0减1减1 负1 那么他又在这 阻塞掉了 对吧 那么然后我们再看 后边这个读者 这个读者来的时候 再看又P了他一次 对不对 对吧 那么他已经是 负1了 对吧 那么再减一个1 就变成什么样 变成负2 对不对 有两个读者 有两个读者 阻塞这个地方 对吧 然后我们再看 后边这个 斜者能不能插队 显然怎么样 因为W COUNT 大概是2 对不对 所以他绕过了 PW FOS 直接就进来了 进来阻塞哪 阻塞这 这个地方就是 负1减1 那等于负2 对不对 所以大家一看 这是不是就是 邪力优先 为什么邪力优先 因为读者全部 阻塞在 这一个信号点 他哥们就 下不去 对不对 而邪者呢 是阻塞在这 所以说当一个邪者 出来之后 V一下 就唤醒一个 对不对 再V一下 再唤醒一个 只有当这 123 这三个邪者 都写完之后 最后一个邪者 1减减等于0 等0的时候怎么样 他把W FOS 释放出来 W W FOS 一释放 财塞把什么 把阻塞在这儿的 读者给 唤醒 他在什么 向后走 所以这就实现了 什么样 实现了什么呢 实现了我们的 读者优先 对不对 不是 歇的优先 其实这个 解体思路呢 和读者优先呢 是一模一样 一模一样 对吧 只不过怎么样呢 大家抢的信号量 比一样 因为在读者优先的时候呢 大家是抢了什么 PW FOS PMUTEX 在写者优先的时候呢 是抢了什么 W FOS 那么我们具体呢 给大家后面写了 这是我们的READER READER是没有任何变化的 我们直接就过了 对吧 主要是写者这一个地方 大家看 我用的S S就是我们刚才讲的 就是W FOS 这个信号量 对吧 那么又有ROT COUNT 对吧 所以说呢 是完全按照什么样 读者写者的方式呢 进行赚写的 那为了干得更清楚呢 我们有一个写在一块 对不对 我们用W FOS写了 大家看 主要在这个地方 对不对 在这个地方 那么这是抢这一个 对吧 那么对于我们的 读者优先的 是抢这一个 因为抢这个原因是什么呢 就是 它可以怎么样呢 一块 并行的 并发的 进入这个什么 华中区 而对于 写者来讲的话呢 必须在这儿 再加一道子 把它拦住 不能有两个写者 同时进入 但是呢 我可以有什么 有多个写者 跨过什么呀 跨过第一的话 这就是 写者优先的算法 大家一看 这就是 比较对称了 对吧 比较对称了 因为在以往呢 我们说 这个 写者来讲的话呢 是 是比较长的 但是呢 我们说 读者呢 是 写者 读者是比较长的 那么写者来讲的话呢 是 比较短的 因此呢 我们说 是这样一个问题 这样一个问题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 独木桥的问题 那么这个问题呢 现在也是我们 比较经典的一个 问题 比较经典的问题 就独木桥问题 那么说 对于这个问题来讲的话呢 就是东西巷 或者是南北巷 不管怎么说了 就是什么 这是一个桥 对不对 这是一个桥 那么有像这边的 有像这边的 但是它是个独木桥 你可以走人也行 走车也可以 因为只能什么呀 一个方向通行 你说一个人上桥之后呢 必须呢 过了桥 这边人才能过来 如果两人走到中间呢 就撞了 那谁也过不去了 所以说呢 在这样一个方案里边 就说 我们怎么样呢 我们说 当桥上 没有车的时候 允许一方的汽车过桥 那么等一方的汽车 全部过去之后呢 另一方才能允许过桥 那么首先呢 这是独木桥的问题 那么独木桥的问题呢 我呢 应该给大家解析过 解析过 那么这个问题呢 对独木桥问题呢 又加了一个什么限制 限制什么呀 限制你的桥面上呢 只能有开辆车通过 那么它的意思是什么呢 就是 你这个桥面上 最多呢 是开个 就是开辆车存在 多余开个的话呢 我说这桥就它了 又加了这个限制 那么我们首先 要解决独木桥问题 然后呢 解决什么呀 桥面问题 对不对 那么独木桥问题的解决 解决 对不对 那么独木桥 问题的解决呢 实际上是和什么呀 和我们独者问题 是一样的 也就是说 它允许怎么样呢 一方汽车过桥 就是第一辆车 上桥之后 对不对 那么这个方向的车呢 都可以过桥了 那么你把这个桥 相当想象成一个 这样一个文件区域 对吧 那么就相当于 第一个独者进去了 后边独者呢 都可以进去了 对吧 只有等着最后一个独者 过桥的时候 就最后这个出来的时候 我才把这个桥呢 释放掉 所以这个桥呢 应该是个 互斥的 对不对 因此呢 我们有一个变量 那么就用m m就是什么 等于1 代表这个桥是互斥的 对吧 互斥的 那么我们呢 是一个变样呢 int呢 我们说c呢 等0 等0 来代表什么呀 你这个 这一方向的 这个桥的数量 那么 从东到西 和从西到东 效果是一样的 实际上就相当于 是两包读者 两包读者呢 都想 读这个文件 对吧 那么只要是 这两包读者 他们属一个 属一波的 对吧 这一波都可以进去 因此呢 就是这两波来讲的话呢 只要一波 从这个方向 到这个方向 都可以上 所以说呢 这就涉及到 一个什么 竞争的问题 对吧 也就是说 这边来一个同学 对吧 这边来一个同学 那就看你们两个 谁快 谁先跑到桥上 对不对 那么这个桥上 就属于谁了 那么这个桥 属于哪一伙的 那么这一伙的 连续不断地 用这个桥通过 那么否则的话 大家看 另一方抢过来 对不对 那另一方就可以 都通过 所以东桥问题呢 写法比较简单 那么两边的写法 是完全一样的 除了互制变量 互制变量 还有什么 这个抗筒不一样 这互制变量 都是一样的 对不对 因为它抢的是 同一个桥 就是这个变量 是不一样 所以说 我们给大家 写一边就可以了 对吧 写一边就写了 比如说我们写什么 写东向西的 东向西的 那么首先怎么样呢 我们说C 对不对 就是说 如果怎么样 如果你是 第一个 上桥的 上桥的车辆 人都可以 东目桥问题 人和车辆都可以 那么如果你是 第一个的话呢 你要去抢什么呀 抢这个桥 对吧 如果不是的话呢 你C++呢 就直接过来了 那么直接过来之后呢 我们说就是什么 就扩桥呗 对不对 那么过了桥之后呢 你要支撑一个C-减 如果怎么样呢 你是 C呢 如果等于零 你是最后一个 过桥的 那么桥上没有你的小伙伴了 对不对 你要把这个桥呢 释放过来 那么显然怎么样呢 我们还要增加一个M1 等于什么 E 去护持这个C 对不对 所以是P M1 V什么样 M1 P M1 然后呢 V M1 这个M呢 是护持桥 M1是护持什么样 护持C 这个共享变量 所以这就是我们读母桥的写法 那么西向东来讲的话呢 M1改成M2 C改成K 就完了 别的都不用动 所以说我们写一边就行了 所以这个来讲的话 实际上就是我们的读者问题 实际上是我们读者 纯粹读者问题 一点写者问题都没有 这是我们经常考虑的题型 要把它记住 但是这道题目呢 在我们传统的读母桥的基础上呢 增加了就是桥面上的有开辆车 开辆车 那么开辆车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你说在过桥这个地方呢 我们有什么 有要求了 那么显然我们说可以什么 你开辆车 你开变量 开等于零 对不对 于是你过桥的时候呢 如果怎么样 开怎么样呢 大家一看 就是开辆车 都是开的话 比如说我们不用开了 用这个M吧 M也有了 对不对 用这个 有N吧 也就是说 如果N呢 这一看 如果N N出日子肯定等于零 对不对 那么 如果当前桥上的车 对不对 如果N是小于 开的话 我们就上桥 对吧 N++ 那么R4的话呢 你要怎么样呢 要阻塑掉 这需要一个阻塑变量 对吧 比如说V 对吧 比如说M1Mutex P 比如说Stop 对不对 就阻塑掉 那么我们说 当你通过了之后 对不对 你通过了之后 那么你这是 这是过桥 对不对 剩下就过桥 那么通过之后来讲的话呢 你这个N呢 要进行什么 要进行个检检 因为你过桥了 对不对 如果检检之后呢 你要判断怎么样 是不是V Stop 所以这样一写的话 大家也想想 一想想 我们前面 刚刚做过的题目 比如在这种情况下 就相当于什么 你这 就相当于博物馆 博物馆问题 大家拿过来 试想一下 就相当于你博物馆 什么 有五百个人 对吧 我们讲了就是 博物馆有五百个人 一种情况就是什么 就是走人 一种情况是阻塞 所以这种情况 绝对是阻塞 对不对 比如说你博物馆 有什么 有五百个人 那五百人买了之后 第五百的一个人 就阻塞在那个地方 那就说这个来讲 非常的适合用什么 用我们的资源信号量 对不对 比如说你这 卸上一个资源信号量 这个资源信号量 比如说就是 BIDGE Bridge 等于什么 开 对吧 比如说你过桥之前 P什么 Pbridge BIDGE 对吧 Pbridge 那么它是什么 它是开 比如说开等于十 当十辆车上车 上桥之后 对不对 第十辆车 就阻塞在这个地方了 那么你下桥之后呢 你V一个什么 bridge 对吧 所以这个写法 是跟我们在讲 这个博物馆的时候 是一样的 我们就不要再采用 这个什么呀 采用变量写了 在变量写行不行 行可以 可以 因为在变量写的话呢 在博物馆是比较适合的 对不对 你最后那个人干嘛去啊 他可能是走 可能是等 而对于过桥来讲的话 他不可能走了 对不对 他只能是等 所以说这儿呢 你可以采用这样一个 资源的信号量 那么信号量的出值值呢 就是这个开 对吧 你P到开的时候呢 你就等待 对不对 什么时候释放呢 你过了桥之后 你要喂一下 对不对 喂一下 那喂了之后呢 我们说是小一等零的话呢 代表什么样 代表有阻塑了 对不对 那唤醒过来 再继续什么样 上桥 所以这道题呢 一看就是 在传统的读木桥问题上 实际上就是增加了 这一点点问题 对吧 增加了这一点问题 那么这点 你把它理解了 就写出来了 那么我们说 那么我们说 只有在这儿增加了一个 P Bridge和V Bridge 是这一块这样一个概念 这一块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我们说 这是我们这样一个 对独木桥这样问题的 这样一个解释 那么这个 这是就是东上西西上东 我们说这都是一样的 它一看是完全对称的 就是主要就是这个变量 和这个变量不一样 就独木桥问题 就是除了这两个变量不一样 其他都一样 其他都是一样 那么我们说 PV操作呢 因为是我们操作系统的一个灵魂 对吧 我们花比较长的时间呢 给大家解释 希望大家要明白 PV操作的一般的原理 对吧 进程图 主要找并发的这个 进程之间的这个 同步问题和护制 护制问题呢 我一再讲了 护制问题太简单了 对吧 关键是什么 图问题 那么护制问题呢 还要考虑怎么样 就是资源数目呢 M大于1的时候 比如说我们博物馆的人数啊 桥上的人数啊 其实就是 就是这个护制的资源细号量呢 在资源量大于1的情况呢 是比较特殊的一种情况 那么要考虑这个问题 同时呢 要考虑一下就是 直较就算相关的这些 多并发的情况 也是非常重要的 那么下面呢 我们看思索 那么思索这一块呢 首先呢 就是概念 这个概念之后要记住啊 你不只一家自主命题呢 这样考了 考什么 就是考 什么叫思索 这个思索是什么呢 就是你上面这个是可以的啊 就是多个进程 竞争共享资源 而造成了一种僵局 无外力作用的话呢 这进程呢 永远奔前进 或者是一组竞争中 每个进程呢 都是无限的等待 被该组竞争中的 另一竞争所占据的资源 因而呢 永远无法得到的现象 得到了 也就是无法得到的资源 这种现象呢 叫做竞争思索 这个定义呢 要记住 因为在考试的时候呢 是直接考察的 那么在这里边 涉及到就是 进程的思索呢 必然是两个进程 而且呢 他们有什么 有资源这样占用的关系 也就是说 思索这个概念呢 我们说还是蛮重要的 那么这个结论呢 我们在基础方面 给大家解释过 一定要记住 一定要记住 那么我们看 引起思索的原因 那么在 他老师的这个 第四版 就是最新版 第四版的书里面呢 他呢 就是引入了 就是这 一二三 对吧 三 那么第一种呢 就是竞争资源 那么竞争资源里面呢 他给出了就是 就是可剥夺 以及非剥夺资源 对吧 那么他认为就是 竞争 非可剥夺资源呢 那么实际上就是 互赤的 互赤的 不可抢占的资源 所以是 就是竞争资源来讲的话呢 他给他分了什么 两类 一类是竞争什么 不可剥夺的资源 实际上就是什么呀 就是不可抢占资源 那么另外呢 是竞争什么呀 临时性的资源 也听到为什么 是可消耗的资源 竞争是 临时性的资源 也就是 可 消耗的资源 所以说呢 他有什么呀 他有两种 这个临时性资源来讲的话呢 是什么呀 这是我们 思索的必要条件的 什么 第四条 循环等待 就是 循环等待的情况下呢 会出现思索 那么另外来讲的话呢 除了我们说竞争这些资源 不可剥夺 以及临时性 还有一个就是 进程推进不大 那么这个图 大家应该不闹声 对不对 这两个P操作 对吧 两个P操作 也说 我们讲的话就是 一个扫描 一个打印机 对吧 我们都需要 那么一个进程 拿着了扫描 另一个进程 拿一个打印机 那就麻烦了 对吧 两人又互相不释放 所以就中间这个地方 那么除此之外来讲的话呢 那就没有问题了 越是怎么样 你拿到了什么 R1 对吧 你到这又把R1 释放了 释放了 然后你再要R2 对不对 要R2 也说你在这把释放了 释放了就说 就可以什么 另一个进程 就可以跑起来 也说我们 拐在这个地方 申请R1 又申请R2 我把R1又释放了 对吧 RV又释放了 那么到第二来讲的话呢 我们说 P1呢 我们说又释放什么 释放R2了 释放R2之后呢 我们说下面在运营什么样 进行这个进程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 是有序性 或者是我们刻意的怎么样 不走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就不会产生这样一个思索 那么思索的思的不要条件 互斥 对吧 进行与保持不可剥夺 黄色能带 也叫循环能带 那么这四个条件呢 我们说 在不同教材里边呢 起名字是不一样 但是大概意思是一样 注意啊 这名字可能不一样 互斥一般一样 其实后边的几个呢 特别R23 我翻过一些书呢 有可能是不一样的 这个呢 你要给你的指定的教材来记忆 对吧 如果没有的话呢 就按照我们 唐老师的书就可以 互斥 互斥呢 注意上它是一个本质 是不可更改的 对吧 不可更改的 请继续保持 不可剥夺 对吧 这个呢 是可以进行修改的 也就是说我们的思索预防 对不对 我们预防的时候呢 就是把这个改了 把这个改了 把黄色能带了 改了 对吧 这四个不要条件 要记住 那么在 在我们这个思索 思索预防的时候呢 对这几个条件呢 进行怎么修改 也要记住 那么下面我们看一个题目 就是思索的问题 这道题目呢 非常的典型 八个打印机 开个进程 开明说是几 每个进程最多要什么 三代打印机 问 发生思索的 最小值 那么说 答案呢 就从二开始 那么显然就是 开等二吧 那么P1P2 那么每个呢 是要什么样 是要三个 那么我总共是八个 对不对 我都给你三个 大家一看 我还负一两 所以不会对吧 那么B这个选项 那就三个了 那么说再给你三个 老师这样不行 给不起了 339 9代8了 对 那不给你三 给你两 思索吗 不思索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两个 大家一看 它可以运行啊 对不对 你给了三个 它就可以运行了 运行结束之后 它是不是就释放了 释放出来 你再给它不就够了吗 所以说怎么样呢 我们三个是不行的 三个是不会思索的 那就四个了 P1 P2 P3 P4 那么P4 这个时候在分配的时候呢 你对分配的有技巧 才能发生思索 对不对 你如果没有技巧 那就分配不了 我们给大家掌握的技巧是什么呢 就是分配给这些进程的 进程的 这个感应器的个数 是它的什么样 是它的最大需求值减一 就是差一个 差一个 你说给它两个 给它两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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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死得八 正好八个怎么样 分给它了 我手里边有几个 有零个 哎 好戏开始了 对吧 好戏开始了 怎么开始了呢 他们都缺一个 对不对 没有这一个 谁也运行不起来 但是怎么样呢 我手里没有了 手里没有怎么办 你得等着什么呀 P1等到P2释放 P2等到P3释放 P3等到P4释放 P4等到P1释放 对吧 但是谁能释放 谁都不能释放 为什么呢 都缺一个 对吧 它不能够执行 这就叫三天 对不对 它有三天之后 它不能执行 所以怎么样呢 所以就 死锁了呗 这就是死锁 那么 这个取什么 取Mark值减一呢 是我们解决 这类题目的一个什么 通向 通向 也说怎么样呢 如果它的最大需求呢 是个M 那么总共有开个进程 那么使它发生思索的 就资源的个数呢 那就是开什么呀 乘以什么呀 M减一了 不对 那么这个值就是它 那么显然怎么样呢 开乘以M减一 如果你给它一个的话 再加上一个一 那就使它什么呀 不产生思索 大家看 在这种情况下 如果我手里边还有一个 就是我总共是九个打印机 那么有一个 我把这一个给任何一个 它就执行了 对不对 那么它只要一执行 那就释放掉三个打印机 对吧 那就不会发生思索 对吧 那是使它不发生思索的 最小的资源个数 那就开乘M减一加一个 对吧 这样一个 发生思索就是开乘M减一 这个一别加 对吧 这是发生思索 所以说这一块来讲的话呢 题目出了好多 但是呢 解题的途径是一样的